HELLO 大家好 夏天到了 就是每一家廠商啊 都開始瘋狂的推出他們的包裝飲料了 那去年的這個時候啊 其實我幫大家介紹了不少的罐裝咖啡 罐裝飲料 那今年當然也不能例外嘛 又是一個可以假工技師買飲料來喝的機會 那前一陣子幫大家介紹過的 全家自己出的Let's Cafe 由UCC代工的那兩罐呢 那今天就是要來幫大家試喝這兩罐 韋恩咖啡所出的 韋恩咖啡是黑松的一個品牌 那今天要試喝的是韋恩咖啡新出的一個系列 叫做Fresh Brew 就是閃萃系列 那關於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我實在是也沒有去了解太多啦 沒有辦法聯想到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看他旁邊這裡有一個圖示來介紹說 他的豆子是使用CQI咖啡品質鑑定絲監製 嚴選100%阿拉比卡豆 調配完美配豆比例 他意思就是說這個的基底是由配方豆所製作的 那CQI品質鑑定絲這個東西呢 對於一個一般的消費者來說 你聽到這段話可能會覺得有點陌生 但是如果你是平常有在買一些比較精品型的豆子啊 或者是你會去一些比較精緻的咖啡店 比較講究的咖啡店 你常常會聽到 他們會寫一個什麼QGrader或是RGrader這種東西 那QGrader跟RGrader這個證照 這個認證就是由CQI這個協會所頒發的一個認證 那當然這個CQI協會頒發的認證啊 你可以拿去當成是一個找工作要求老闆給你很多薪水的依據 但是其實他最珍貴的地方是在於他整個培訓的課程 從整個咖啡產業裡面相關的 從種植、後處理、產地資訊這些東西 多多少少都會在那個課程裡面去有涵蓋在裡面啊 那到最後你考試啊通過培訓之後考試你會拿到QGrader 就是Q級的或者是RGrader、R級的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咖啡裡面的一個小小的知識幫大家補充一下 那如果有需要相關的資訊呢 你們可以直接到網路上去找一個CQI品質鑑定師 這個關鍵字應該可以幫你找到很多資訊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個課程裡面其實有價值的東西非常多 然後你得到的證照是蠻好用的一張證照 所以他的課程不會太便宜 這個是很現實的 那回到我們這邊 講完了這個拿鐵咖啡啊 就是看起來一眼就知道這是拿鐵嘛 那這邊呢就是他的黑咖啡 一樣這邊寫的都是100%阿拉比卡無糖無香料 那旁邊的這個圖示呢上面兩個基本上是一樣的 底下這邊他寫了一個散發堅果與巧克力 悠長尾韻打造手沖咖啡般的層次風味 那 關於他的成分啊 拿鐵類的飲料呢 當然不免俗的一定要加一些什麼乳化劑啊 然後 小蘇打這些東西 那大家如果比較有疑慮的話呢 建議大家就是買的時候都翻到他的成分那個地方去看清楚 對那我個人是不會排斥這種合理的防腐劑乳化劑這種東西 因為我不想要喝到爛掉的東西 那這邊呢黑咖啡他這邊就是寫的一個 他使用的原料是水 研磨咖啡粉 碳酸清鈉 也就是小蘇打 就是三個 那我們去年有跟大家介紹過 咖啡裡面通常會放碳酸清鈉的原因 就是因為咖啡做出來基本上會是酸的 那他們會放一些碳酸清鈉也就是食品級的小蘇打 來調整他的酸鹼值 讓大家可以接受 那講到這邊其實 我有一點小小的抱怨啦 因為我昨天喝了那個博朗咖啡新出的那一罐 什麼印尼口味的黑咖啡 那其實我喝下去呢整體的感覺不是到很好 因為我喝到蠻重的小蘇打的那個鹼味 但是 我這邊就有一個 小小的想法啦 如果說 這要看我的影片的有一些食品廠的研發人員 你們可以稍微聽一下 因為 我覺得說最近啊 因為咖啡的需求越來越高 然後大家都越來越走向精品咖啡的世界 那現在食品廠常常會推出一些什麼 冷脆咖啡啊 然後什麼單一產區 什麼莊園的咖啡豆 那我覺得說你推出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就是要鎖定 在一個可能是精品咖啡的 消費層級的客群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你其實沒有什麼必要去怕 咖啡會酸 對 會來願意嘗試你這種精品咖啡的人呢 你不給他喝到酸其實他還會不太高興 所以我覺得說有時候在出這種比較單一產區單一莊園然後強調很精緻的咖啡啊 其實如果可以不用放小蘇打就不要放 因為咖啡有一點點的酸味啊 我覺得他是可以帶出相對的甜味還有整體的Body的感覺 那至少如果你說什麼味道都帶不出來的話 至少 他會比較接近我們在喝的 手沖咖啡或者是冰滴咖啡這樣子的味道啦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就選擇沒有做那個博朗咖啡那一罐的開箱 因為我覺得 沒有很好喝 對 所以 就今天把希望寄託在這兩罐身上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喝了啦 因為這個是透明的罐子嘛 我也沒有必要再倒出來了 我先喝黑咖啡這個 打開之後 有聽到 一個氣體的聲音 不知道是為什麼 那聞一下呢 其實聞起來味道就是 市面上大部分的 罐裝瓶裝的黑咖啡大概都是這個味道 對就是一個小蘇打的味道 這個其實是我還蠻 一直蠻想要抱怨的一個點啦 那大家可以聽看看 如果你覺得 有道理的話 不妨你就跟公司建議一下 對你主打精品咖啡真的沒有 不要怕客人覺得酸了 那我們就先直接來喝這一個 這罐 誒 說真的 我還是會喝到一點點的那個小蘇打 去調它的味道嘛 但是它整體給我的感覺 它的鹼味不會像 薄朗的那一罐 那麼重 就是那個新出的系列啦 那 喝起來呢 其實還會有一點點的酸喔 一點點 那整體的回甘的程度 我覺得 算是不錯 這個應該算是我今年喝到 算 我今年已經喝了三個 我覺得這是我今年喝過 算最好喝的罐裝黑咖啡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說那個 小蘇打的那個味道 如果再少一點點的話 或者是 不要讓它出現 我覺得會更好 對那這個 我覺得蠻好喝的 那 從它的瓶身呢 去看它的咖啡的液體 它其實 還蠻清澈的 沒有說像 有一些市面上的冷脆咖啡 會濁濁的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喝那種濁濁的咖啡啦 那當然這沒有好跟壞 只是我個人的喜好而已 因為夏天你要喝冰的黑咖啡 就是要看起來清澈 才會有清涼的感覺嘛 對那 接下來來喝一下這罐 因為如果說它是以這樣的萃取方法 手沖然後再去加牛奶 我個人 的想法是可能會有一點點糟糕啦 但是 我 確切也不知道它是怎麼萃取的 所以來喝看看就知道了 聞起來呢 就沒有像剛剛這一瓶那麼重的那個 調整酸鹼的味道 那這邊它其實還是有加 小蘇打嘛 然後有一些 鹿角菜椒啊 這一些的東西 去讓它乳化 不會說整個分離還是變壞掉之類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喝看看 這個喝起來的感覺喔 其實 我覺得蠻平衡的 它不會有那種 咖啡跟奶的那個失衡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它很像是那種 我們以前啊 去一些比較 老式的西餐廳 我不能這樣講 我自己也是老了 對反正就是比較 傳統的那種西餐廳 你喝到的 咖啡加牛奶啊 通常他們都是用法蘭融煮一大桶 然後再另外加牛奶或者是奶粉 奶精之類的 它喝起來其實有點像是這種味道 那基本上因為它用這樣子的萃取方法呢 你喝起來真的 也沒有辦法跟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 義式的這種拿鐵咖啡做比較啦 因為 義式的拿鐵咖啡呢 你會比較容易喝到 比較強烈的 咖啡的味道跟比較強烈的牛奶的味道 那如果說 要我描述的話呢 我覺得 可能你把這個味道再稍微濃縮一下 讓它 兩個味道都更濃郁 可能就會跟拿鐵很像 對那 我是覺得它使用這樣子的製作方法 如果照它所說的 是用長壓的 過濾式的萃取 然後做出來是這種味道 我基本上認為 它的味道調配的那個研發人員是還蠻厲害的 就是它做出了一個接近 口感比較清爽的拿鐵咖啡這樣子的味道啦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一瓶的 因為其實 大家在看我在喝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個咖啡店老闆 平常喝的是那一些咖啡 現在我還可以把這些東西講得這麼頭頭是道 其實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一點是說 我在喝罐裝咖啡的時候 我就很明確的知道我現在喝的是罐裝咖啡 我不會用其他 現煮的咖啡來跟它比較 我會把他們的基準點放在跟所有的罐裝咖啡一起去比較 那基本上這一瓶呢 我認為它是算 還蠻厲害的罐裝咖啡 所做的拿鐵 拿鐵就是通常他們指的是說 不管你是用保久乳啦 奶粉啦 還是鮮奶去製作 至少它不是放奶精的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去製作呢 我個人給它的評價是還蠻高的 那 我是認為啦 這兩瓶 以這樣子的價格啊 我看一下它的價格多少 以它這樣子的價格 一瓶39 那這個也是39的樣子 那我是剛剛在便利商店買嘛 它是兩瓶有特價 但是 確切是59還是69 我忘記了 就是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要再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覺得以這樣子的價格呢 如果我們以原價來討論 就是沒有優惠的價格的時候 這一瓶我絕對是認為它的 價格有絕對符合它的味道 它給你的表現 這個絕對是OK的 那這一瓶呢 其實 如果是說這樣子的味道 一樣在7-11裡面 因為7-11裡面 它自己有賣現煮的冰美式 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我可能就會去買 現煮的冰美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在沒有賣 現煮咖啡的商店呢 我認為這一瓶基本上也還算是可以購買 只是 我真的認為如果那個減尾可以改善一點點 會更好 對 說到這個我順道提一下 有一些 看比較久的觀眾會知道我去年幫大家試喝了一個雀巢的罐裝咖啡 那我給他的評價是超級難喝 對那我那個時候還印象還蠻深 我給他的評價是香灰水 但是我後來就是有 一直一直想要去找到那個原因 後來想一想應該是因為小蘇打加了太多 那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那個感覺 如果你家裡剛好有食品級的小蘇打 你用你的手指頭這樣稍稍沾一下 然後放到舌頭上去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我講的那個味道是什麼 就是感覺就是那個味道 那今天呢其實幫大家試喝這兩罐 基本上我給他的評價都還算是不錯 他拿來跟其他的罐裝咖啡比較 我認為他的表現是還蠻高的 那 那因為他是 黑松的 產品啦 那我最近其實也比較少接觸到黑松的產品 我不知道他 整體來說他的 飲料的水準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對那我也是現在才知道 韋恩咖啡是黑松的產品 那韋恩咖啡呢其實我以前常喝啦 但是後來開了咖啡店之後就比較少喝了 那偶爾大概 我說的偶爾可能是一年一次會喝到 那基本上除了一些什麼兩倍咖啡因啊 還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來說 我認為他的整體的感覺都還算是不錯 那順帶一提啦 因為這一瓶是有加糖加奶 那他的甜度我個人是覺得 比以前的那個一小鐵罐的那個博覽咖啡 低蠻多的 對那我覺得喝起來是蠻平衡的 因為有時候 你要有加糖的飲料 你加那種要多不多要少不少的 又會很奇怪 你要嘛就無糖 那不然就是加到夠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當然我一個台南人來跟你們講 這種不甜啦 還是不會太甜啦 是沒有什麼立場啦 所以 我覺得你們 可以參考看看 那如果你 你真的不信 你就自己去買一瓶來喝 至少 我覺得這一瓶絕對是 錢花下去你 不會覺得後悔的一瓶飲料 更何況他這個價格其實 你現在也很難買到 39塊一杯的拿鐵了啦 那基本上 今天這兩罐我個人給的分數都還蠻高的 那如果說 你們之後呢有看到有什麼新的產品 那你自己好奇 你不想要先花錢當那個白老鼠 你可以在影片底下跟我講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留言跟我講 我都會去看 那如果說 剛好我也有興趣啊 然後我就可以 在假工技師 再買一個飲料回來喝看看 至少我可以說是網友叫我做的 我就不會自己一個人背負著那個亂買東西的罪名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然後 大家真的可以試看看 這兩瓶是我目前 今年2020年喝到我覺得算好喝的罐裝飲料 那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